又出身規 再打破一批鐵飯碗 中國還有什麼不可能? 習近平之二十刀面怪責杜魯多 中國全網審查禁止相關內容 習近平岸田文雄會面 專家指氣氛詭異計同鴨講 字幕提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黃蓉 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六 下面是詳細內容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最近警告說 中國即將迎接經濟危機 剛剛說完 浙江省寧波市在11月18日 就宣布推出教師退出機制 引起一片驚呼 鐵飯碗不鐵 就業怎麼辦? 寧波教育局發表這項公告 對於未能任聘工作職位 考核不合格 違反私德 或因其他原因等 不能升任教學的教師 予以退出 包括後備、轉崗位、離職退休和解僱 守護發表文章說 教師和公務員一直以來 在大家的心目中 都是頗具代表性的鐵飯碗工作 這類崗位除了薪金待遇高之外 更重要的是不用擔心被解僱的問題 除非犯了重大錯誤 否則基本上都可以做到退休 這也是這類崗位被稱為鐵飯碗的原因之一 但現在鐵飯碗都打爛了 鳳凰網另一篇文章說 無論什麼飯碗 大家提前未予籌謀 就是這樣 另外 寧波國內的生產值GDP 在全國排第十五 更號稱浙江省人均GDP第一 這件事率先發生在寧波 也令人驚訝 9月中 網上曾經有一篇文章被受關注 後來被封殺 文章說 山西省河曲縣 精簡機構 實際是大批公務員被裁員失業 作者當時已經感嘆 連被封為鐵飯碗的體制內人員 也有失業的一天 中國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沒想過短短兩個月 就連呼籲城市的教師 也進入飯碗難保的行列 宋國成日前在上報專欄發表文章說 失業問題 是經濟形勢的呈雨表 也是所有經濟危機的後果表現 而現在在中國的青年失業率 已經創歷史新高 宋國成提到一個例子 在北京一份月薪人民幣一萬元的工 一天之內 就收到超過一千份的求職信 宋國成說 這種求職無望的例子可謂多不勝手 顯示中國 已經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 而中共就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宋國成說 暫時性解決失業問題 就是靠救濟和補貼 但是中國的養老體系和醫療體系長期不健全 醫保基金在清零政策下被挖空 養老基金杯水車身 根本就無法緩和失業問題 另外 宋國成提出 除了失業之外 中國經濟還面臨四大問題 一是總體經濟陷入谷底 二是外資告別中國 三是公私合營 惡夢重現 中共所謂的公私合營 實質上是土匪經濟 對私營經濟的侵佔和掠奪 即使好像Tesla總裁 馬斯克這種人 在中國一樣被割韭菜 四是公銷社回運 由經濟學角度來看 公銷社是為了應付短缺經濟 但是中共現在既沒有糧食短缺 也沒有貨幣緊縮 所以公銷社不是一種應變措施 而是為未來戰爭做準備 宋國成總結說 如果習近平繼續執行政治壓倒經濟的政策 包括絕不動搖的清零封城 未來十年 中國經濟增長 可能永遠盤旋在0至4.5%之間 可以斷言 以不足5%的經濟增長 中國很難養活這麼龐大的人口 未來中國人民極可能溫飽不足 甚至去到飢餓邊緣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G20峰會期間 當面指責道魯多 將封會期間兩個人的談話內容 公開給加拿大媒體不合適的影片 在網絡封傳 引發熱議 不過中國各大社交平台 就開始進行全面審查 禁止討論相關話題 美國知音報道 參與今次審查行動的中國社交平台 包括微博、微信、百度、抖音、支付 和Bilibili等 還未清楚審查指令 是否來自中共當局 報道說 中國網絡平台 有時會主動審查可能的敏感詞 以避免因網絡群體事件發生 而被政府懲罰 目前 在微博和杜魯多有關的熱門博文 全部都和習近平責怪無關 大多數談論的是杜魯多幾天前 刪除了一條 說伊朗處死了1萬5千名抗議者的 不實消息推文 另一條有關杜魯多的熱門新聞 就是他在巴里道參加G20峰會期間 與英國首相新委成 邊喝酒邊聊天 微博審查有關內容的關鍵詞 不僅包括杜魯多、加拿大總理 還有中國網民幫杜魯多 Tredo起的花名小土豆 以及土豆 即是薯仔的英文 Potato等 另一個受到微博過濾的敏感詞 是創造條件 這是習近平在同杜魯多交談結尾時說的 據報導 在新浪微博的南非 即是官方帳號 以及部分黃非 即是名人認證帳號的少數相關文章 就未被過濾隱藏 但是中國數字時代編輯 劉力鵬分析說 這些文章是被審查過之後 才准貼出的 並不代表審查赤道有所放鬆 報導也指出 即使中國網絡大力審查 但是中國網民對該事件的熱度 仍然沒有減低 在抖音 有關杜魯多的搜索建議中 包括杜魯多不合適 杜魯多被罵影片 杜魯多G20握手等 意味著大量網民搜索了這些內容 在17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的領袖峰會前夕 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泰國曼谷舉行雙邊會談 會談持續了36分鐘 兩人先在鏡頭前握手露出笑容 據日本傳媒報導 岸田就釣魚台島在內的東海局勢 和中國發射飛彈等軍事活動 表示嚴重關注 並且再次強調 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中共官方報導 習近平說 歷史、台灣等重大原則問題 涉及兩國關係 政治基礎和基本信義 必須重信手諾、妥善處理 中國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 也不接受任何人 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國內政 台灣國防大學 政戰學院前院長 余忠基將軍表示 習近平從G20峰會到現在 已經與接近10個國家元首會談 想利用大國外交傳播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概念 但是我也看到 幾乎沒有一個國家 跟著中國附和所謂的一中原則 大家強調的還是一個中國政策 習近平和日本會談的過程 我覺得沒有達到他的目標 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郭育仁表示 岸田文雄上台之後 中日關係處於低點 所以會前外界都以為 會是冷冰冰的氣氛 但是沒有想過氣氛是非常詭異 那麼友善 日本再怎麼主動 都不可能造成那麼友善的峰會氣氛 所以那一定是中國主動願意這樣做的 郭育仁分析 原因在於明年兩會之前 中共政府的人事還未貼定 習近平最近不想惹事 第二 在東海、台海、南海造成新的現狀之後 再來有善地舉行峰會 這是中共典型的和戰兩手策略 第三 透過重啟渠道 令民主國家的戒心鬆懈 所以我不認為 會因為這些峰會 中共對外的國際行為 包括在其周邊 包括在東海、台海、南海的 單邊改變現狀的行為 就會暫停 中日峰會之前這幾天 中共的水警在東海挑釁意味更嚴重 然後在台海周邊的軍機艦騷擾 也沒有緩和 余忠基表示 今次中日峰會 頗有些雞和鴨港的味道 中共強調不干涉內政 是擔心日本年底即將修訂的 三個國安文件 向台灣傾斜 而加強施壓 他說 我相信岸田政府 現在也在考慮著 這個問題 不僅是日本單方面的問題 他當然也要兼顧美國政府 在台海問題的立場和原則 中國的影響力 相對於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來說 這就是小無見大無 郭育仁表示 其實這三個文件已經寫完 有大篇幅關於台灣有事的論述 因為台海或台灣有事 對日本來說 完全沒有機會可以置身事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美日的利劍掩集 就在羽拿國島 來台灣只是百多公里 換句話說 元首峰會是元首峰會 但是實際上就好像剛剛提到 中國在東海的動作也沒有減緩 日本當然也看清楚現在的形勢 所以該準備的還是會準備 北京中共病毒疫情升溫 中共衛健委20條出爐之後 防疫措施並沒有放寬的跡象 北京民眾表示 比以前更嚴 16日凌晨 北京大學一名學生確診中共病毒系陽性 全校就立即封閉管理 學生改為在網上授課 並且要求全體私生 連續三天核酸檢測 北京市民張先生17日向本臺表示 近日有一間小學發現一宗陽性 全校就立即停止上學 改為網上授課 而且連續七天全民進行核酸檢測 他說那些屬於密切接觸者的 都和你安裝門禁系統 門禁裝上去之後 就不准你出門 如果出門的話 社區肯定馬上就知道 近日網絡熱傳一段影片 在北京朝陽區安晶里21日的劉一門 大白逐家逐戶安裝門禁系統 引起居民不滿 有居民和大白理論說 這裡沒有疫情 我們是防法 不是風控 你為什麼要裝門持感應器 我們還有人身自由呢? 即使中共國家衛健委 這個月11日 下發關於進一步優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 簡稱20條 放寬了一些防疫條款 但是民眾反而感覺 防疫措施反而比以前更嚴厲 發明侮辱的北京市民表示 沒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簡直寸步難行 被以前驗了 我們這裡現在在公設門口 都貼了二維碼 貼二維碼就是你要去數碼 才能進廁所 在這裡你不做核酸檢測 最起碼你不能去超市 你也要買東西吃吧? 坐公共汽車 你沒有這個碼 你也上不了車 有影片顯示 2022年11月15日 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 遊客憑24小時核酸檢測陸碼 才准使用公刺 有民眾表示 俗語說人有三急 這樣的政策簡直滅絕人性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近期 一則尋人啟示 在中國抖音平台熱傳 內容指 江西尚耀市15歲的高中生 胡欣宇在校內離奇失蹤一個月 到現在下落不明 搜救人員抽乾人工戶 和化訓詞也找不到 甚至3D搜索 體溫影像也用了 依然沒有蹤影 有網民披露 該男生是在學校組織身體檢查後失蹤的 當晚有6部車出入 還有網民披露 近年來 很多學生都是在身體檢查後失蹤的 令人無骨悚然 很多網友都聯想到器官配型 觀眾朋友 你又怎麼看呢?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字幕提供 spy inventions 米 學生 uy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